那當然另外還有一個人就是謝龍介了 其實他所有的人 包括我那天很難得的機會 也訪問到這個獨家 就是訪問到謝龍介 大家都說給他一個不分區有那麼困難嗎 現在其實你黨主席 你不分區名單可以列二三十個四五十個都可以 你就說龍介 你大概就是放在前五個怎麼樣 就給他一句話他就安心了 可以好好的接下來幫你這個黨作戰 他就是沒有等到這句話 所以你看這個郭正亮也替他講 郭正亮說謝龍介在2024的最佳角色 當然就是不分區男性的第一名 他說如果朱立倫不懂得用這張牌 真是愚蠢到極點了 因為謝龍介他選不分區就可以全國助選 他可以跑完全來渡整台灣 然後用台語來助講 他的台語絕對比我好一萬倍 所以呢他說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 其實謝龍介可以拉台很多 那個國民黨那個本土的這些支持者起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看到 像我記得那天在我的節目上 他就這樣講了 他說其實過去的這麼多選舉 除了馬祖之外 每個縣市他都去了 你現在在台面上看到立法委員 幾乎每一個他都去站過台 所以他說我才敢說齁 今天如果有信黨安排我在不分區的話 如果我真的被安排在不分區喔 不滿意的人應該很少很少 對不對 所以這也算是龍介先第一次的表達說 我在不分區其實是有用處的啦 所以這個漢體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謝龍介是用台語助講 渡過台灣 你是比較屬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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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認蒼圓派 你怎麼看謝龍介他的功能 你在黨朝現在都不給他一個承諾 是不是 讓選民會也會很 不高興 對啊所以 大家都支持謝龍介去不分區 而且最好是排得越前面越好 也不要像上一屆一樣 把它排在一個後面 對 還把它再往後拉那一次 從11拉到15 所以這個 我覺得沒什麼要討論 就是謝龍介如果當上不分區 然後應該沒什麼 沒什麼會反對嘛 因為如果依照安全名單來看 假設國民黨 假設國民黨不分區裡面 有16個人可以當選的話 那麼就8個男的嘛 那8個男的裡面謝龍介佔一個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對啊 有這麼難嗎 對 國民黨現在如果要去找說 全國民黨裡面能夠擔任不分區 然後的8個男的 有一個是謝龍介 不會有任何問題啊 那否則那其他 如果沒有謝龍介的話 那請問其他8個人是誰 對吧 就難道有比謝龍介更優秀的8個人 要擠掉他的位置嗎 就你目前想不到 或者可能有 或者名單出來了才知道 對 那我認為像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我們只能給予這種建議 就是未來如果人選有的話 第一個還是要有知名度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在過去以來的這種戰鬥 或者打擊民進黨 還是要有一些的貢獻值跟戰力值 那再來呢 是在各種的社會福利等等 也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貢獻 那最好呢 要避免像上一屆所發生的一些情形 就是大家傳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人 或什麼主席的閨蜜啊等等的 那也不要因為民進黨的一些攻擊 就自私立場去附和民進黨的攻擊 那未來的這些人呢 也都是要能夠上得了台面 而且呢是能夠跟民眾來對話 要能夠說服大家說 為什麼這份不分區的名單是比較優秀 那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就沒有太大問題 是 但因為像淑慧啊 這個他自己黨的啊 他不好意思講他們黨主席啊 像我們的療程師說 可是他們從來都沒有覺得 這個朱立倫聰明過 因為其實公安這樣說 如果不用這張牌 就是愚蠢到極點 那你覺得他們加黨主席有聰明嗎 這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朱立倫說他忍辱負重 他忍辱負重 可能有很多難言之隱 他沒有被我調出來 就是他自己說他忍辱負重 搞不好有難言之隱 搞不好他精算師有一些 這個我們參不破的地方對不對 就我們說他笨 搞不好他覺得 哎呀你們都不懂 多了不起啊 這個很難知道啦 那只是說我們確實是 參不破跟難以理解啦 那當然因為不分區的事情 這是主席的職責 然後因為目前來看 大家都覺得你就趕快 他到底依照規則 他能不能夠直接先宣佈說 憲龍介未來就會排在不分區裡面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不要說憲龍介啦 說真的鬆信 隨便一個進不分區問題也解決啦 是不是也解決了 兩個都夠格嘛 一個有支力 一個有戰力嘛 對不對 你說有很 如果這一次不分區名單 前五名排出來 譬如說這個羅志強 然後把許曉欣排在部分區也可以啊 讓費委員喜歡選 就讓他繼續選嘛 然後許曉欣排到部分區 羅志強排到部分區 謝龍介排在部分區 韓市長說不定也可以排到部分區 前五名排出來 然後告訴這五個人說 你們從現在開始 每一天開記者會炮打民進黨 從現在開始接受爆料專線 控把控口有沒有 他們就準立委了 他們從現在 以他們過去打民進黨的戰力 火力 完全放開打了 對放開打了 他們不用去選舉 你讓他花時間去選舉 去蔡市長敗票 不如讓他認真 對 不如讓他認真開始去接 那一些對民進黨不滿的 包括公務人員也好 或各單位的各方面的人 來爆料 然後去把民進黨的問題密保 一個一個揭露出來 你讓他們現在去當準立委 不是說讓你們說 哎呀你已經是立委這邊享樂 沒有 你開始就要當炮 他們就是作戰部隊了 對你開始就要當大炮 等於我們架起五尊鴻門大炮有沒有 就對著賴清德這樣 對 準備開始開打 為什麼什麼什麼 還要等520秘密武器 打賴清德還要趕時間呢 早上起來不爽就開始打了 接到爆料晚上也可以打 許小欣不是專門在半夜的時候 對啊 讓那些網軍側翼睡不著嗎 網軍崩潰 對 對半夜睡不著就出來爆個料這樣 然後讓民進黨就人仰馬翻 就是這樣子啊 不分區的功能就是這個樣子 你媽的臉我就跟你對幹了 假設如果這一次前五名的名單是這樣 我保證我們這一次不分區 說不定可以到第15個 那你後面10個 主席要去任命自己覺得 他覺得適合的人 或他喜歡的人 那就是他的權利 沒有人會坑聲的 對 吳主席那一次就是先把不適合的人 擺在前面 把適合的人擺在後面 然後支持者就崩潰了 對才全世界都跳腳 如果他那個時候相反過來 把這個謝龍介擺在前面 前面 柯智恩這些人擺在前面的話 他後面就算擺一些浦龍拱的 大家聲音也會很小啊 你們那次搞不好也不會輸得那麼猜 對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很奇怪 很妙的地方 你不可能理直面子都要有 你要把好的人先擺在前面 擺在第一位 不是說什麼擺在第五位壓陣 然後那黃國昌當時 就把自己擺在後面壓陣 就真的是 整隊都沒有跟上 對不對 不要跟這個事情 好的人就要讓選民知道 他已經是確定的立委了 所以你看像我們的網友 張梅華 梅華董內進來說 龍介英德的馬 然後最後補了一句叫做 漢廷應該要當新黨不分區第一 也可能 恭喜和漢廷好不好 你們如果只要100萬票 就是一次就五分 60萬票 65萬票兩席 兩席 從二開始起跳是不是 對就是基本兩席 所以侯漢廷也可以列第一名 所以國民黨 國民黨有這個謝龍介 新黨有侯漢廷 好 就這樣這麼決定 謝謝網友 因為你有抖內 所以一定要同意他的說法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也是這個要給森鳳老師 我們大家一起來研究一下 所以21位美國的眾議員 共同的呼籲 他們的這個布林肯 這個國務卿說 邀請蔡英文參加今年的 APEC領袖會議 因為今年是在美國辦 所以要邀請他來 然後呢 說這個什麼 呃 說但是最妙的一點是什麼 是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呢 外交部長吳釗燮馬上就發言了 以前常常找不到他 這件事情他立刻就發言了 他說哎呦 我們台灣參加APEC 是都是有長遠的做法 參與這麼多年方式非常的活躍 關於這一次參與領袖會議的方式 會跟其他國家討論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在做最好的協商跟安排了 這個就是很模糊嗎 他沒有否認可能性 就是又讓這個支持者嗨起來了嗎 說啊 你看美國就是好朋友好大哥啊 就連這個APEC 現在連我們總統都可以邀請我們去出席啊 但是呢江啟臣說 過去沒有這樣提案過啊 他覺得還是有相當高的難度啦 那趙天林當自己家的人嘛 就說啊這個 當然難度高 但是做到就太好了 那施政方老師你覺得 你怎麼看 這個APEC即便是在美國辦啦 但是 中國的壓力在那裡耶 他要邀請蔡英文去參加領袖會議 這個不是民進黨在自嗨 那 那當然 站在蔡英文來講 這個也許算是一個畢業旅行吧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真的嗎 我這可以算畢業旅行嗎 可是我很怕他這個畢業旅行 搞到我們可能圍倒是30天耶 OK 當然話又說 用錢用在刀口啦 那找幾十個三四個眾議員來 你知道這個其實那是回饋啦 都是有 就是說連署嘛 這應該沒什麼難啦 但只不過現在執政黨是這個拜登嘛 那拜登他不管是在烏克蘭 俄羅斯這個部分有求於中國 那在經濟上這個部分也需要 或者是氣候變進需要中國的這樣子的配套嘛 我不認為他會拿那樣的石頭砸自己的腳啦 但是他那邊要要應付應付到是真的啦 OK 我如果可以補充一下 楊楊這是藍營的部分我可以提一下嘛 OK 我是說 因為如果在一個歐洲西歐北歐來講 他們那個所謂的政黨比例就是 就是政黨 部分區就是政黨比例嘛 那已經多年已經行事多久 沒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說一來大概就是一個就是 看你的貢獻嘛 OK比如法案啦等等 老手 第二個就是說派系來分嘛 那過去民進黨過去還有分這三組呢 政客 然後社運 然後一個 然後一個學者還分三區 你知道 所有人都要化作派系 其實到最後還是派系啦 那以前阿扁的時候 其實他大概部分區就是幾個 一兩個他的 那小英全部都是他的人啦 OK 那你知道現在在立法院 那衝刺的 就是那些小英的人馬嘛 OK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目前看起來 大概會用來就是收編 側翼 比如說社民黨啊 然後時代力量 Freddy等等 你知道大概就是 類似於那樣的做法啦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如果就功能來講 廢老 廢 不能講廢老 因為他也沒那麼老啦 OK 他有他的功 他有他的常數 然後小新也有他的特色嘛 對不對 應該要怎麼樣來做分工 只不過說我會覺得說 目前龍蓋生的問題在哪邊 其實他不錯 因為台南市分成舊台南市三線海線嘛 他選的算不錯 這個是蠻好的 但問題就在這裡 大家講他台語講得好對不對 因為這裡有兩個要出 一個是地方派系跟本土票是兩回事 你知道嗎 地方派系的人他會聽投人來講嘛 對 他因為他感覺上 他是比較無所屬的那種感覺 所以不曉得怎麼擺啦 不然的話像人家日本就好了 日本他說你地方上沒有選上 還可以回到放在不分區 叫席拜啊 如果你真的很好的那些人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東西 國民黨內部應該好好去喬 不要讓民進黨那邊可以見方插針 對啊 就是如果真的把這種很強的戰將 消磨消磨消磨到真的到最後 要打選戰的時候都沒力了啦 都腳軟了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這個EGFA這件事情 秋太山又在打嘴炮了 他說如果終止的話 那雙方都有損失 然後呢其實大家也問他說 假設真的對岸把你的EGFA停掉 你有什麼因應的方法呢 他竟然把那個三年前 三年前路爾會寫的稅田拿出來 再唸了一次給大家聽 在這邊我就不唸了 因為這三年前大家也看過 老吊重談 這叫你有具體規劃嗎 這三年來難道都沒有任何 的改變嗎 這三年明明兩岸之間的關係 就是越來越超高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農會 這個成績重 他說EGFA要取消相關條文 目前沒有相關資訊啊 但他已經盤點過哪些品項 萬一兩天兩岸 針對這個議題談不攏 我們當然也會有所準備 這個院的各部會也會做足準備 那網友當然都覺得很可笑 網友就說怎麼樣 什麼叫做準備 你們準備就是大傻幣嗎 還有就是一邊罵人家 一邊還要賺人家的錢 怎麼會有這個好意思嗎 而且急中接受的那個專訪的時候 還說自己什麼 情感豐富啦 對啊 所以比較容易落淚啊 然後又說什麼 他很對不起他們家這個行政院長 因為他總是出包啊 讓他們家這個行政院長 要幫他解決很多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不下台就好 他很落淚好感動喔 他可以一直做永遠不下台 多爽 先講一下那個APEC的事情 不知道我們到底政府 又花了多少錢 因為根據美國的公開網站 OpenSecret 然後我們的政府啊 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對美國的政府組織遊說 然後這些金額呢 高達1.6億台幣啊 幹嘛 就是讓這些美國議員 到處上推特然後寫簽名 您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您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前置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民進黨關得了中天 關不了明星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您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讓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